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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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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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馬文君到目前為止 只有回應說沒有蔡蘭子 那個桌子的長相不一樣 但沒有說沒收錢 所以到底有沒有銀頭小力 這未來司法也要查清楚嘛 第二個講說 我有提供資料給檢調 然後咧給檢調不代表 你可以給外國人啊 所以第二點他還是沒回答 第三個講說國防部已經講囉 秘密會議只要有簽字 就算遵守保密不用簽協定 這個讓我想到什麼 就所有的民意代表 或政府官員就任的時候 會宣誓說無自已自成啊 怎樣怎樣講了一堆 說真的事本來就該做的事啊 對國家忠誠對人民忠誠 可是你當時假如沒有宣誓啊 你一樣是民意代表啊 你一樣是政務官啊 一樣是首長啊 這就很像宣誓啊 是一個你代表說 你願意對國家忠誠 你願意保守秘密 馬文君到現在也沒有講說 他到底有簽沒簽啊 現在對外講說 好像沒有那張單字啊 也不用簽什麼 關鍵是 其實當時的趙偉王定宇都已經出來講了嘛 就是有這樣子一個單子 然後馬文君你是不是沒有簽 也沒講清楚 第四個講說 要抄寫啊 講電話 實務上不可能發生 因為資料很多 而且手機要交出 老實講 我不知道馬文君在講什麼了 關鍵這四點 他沒有回答到最核心的問題是 你到底為什麼要把資料給外國人 你的動機是什麼 發展到今天 馬文君跟幫他講話 很多講說 我們是為了要揭庇 我說真的揭庇大家民意代表都要揭庇了 揭庇不是這樣搞了嗎 如果這個是弊案 馬文君他該做的事情是 找國防立委 像江啟成 呂玉玲 一字排開立法院講 你們有 幣啊 跳出來跟大家講嘛 不然你跟媒體配合嘛 跟雜誌配合 跟五哥節目配合 把幣案拿出來 民進黨就要正面回覆了啊 可是你怎麼會 你揭庇的方式是把資料給國外 這個動機有問題嘛 再來第二個 其實這兩天 馬文君是發現他翻船了 因為馬文君這兩天講說 欸那個GEL公司啊 那個是那個成立四十幾天公司啊 2017年才成立啊 四十八天就得標啊 現在被林俊憲打臉了嘛 林俊憲查出來了嘛 這是2013年就成立的公司 馬文君他們講說 這間公司是什麼 在英國的啦 英國的GEL公司 賣香菸啦 賣飲料 現在發現根本不是 人家是直布羅托的GEL 直布羅托的GEL 跟英國的GEL是不同公司 然後這件事情 最扯的事情是 其實台船已經對外講很清楚 就是馬文君今天 重點是他今天記者會 媒體也問他 說欸那人家都已經講了 說你這是被打臉啊 你的看法怎麼樣 他說 他說這又沒有怎樣 我是查Google網路資料 看媒體報導啊 五個後來我去查 2018年的時候 新新聞真的有這樣一篇報導 就是把這兩間GEL公司搞在一起 可是關鍵是 後來2019跟2020年 在外交國防委員會裡面的機密會議 其實台船跟國防部 都已經有跟馬文君 跟所有國防立委報告說 這兩個不是同一間公司 已經講過了 所以馬文君他今天是有去開會 開完之後明明知道說 人家已經講是不同事情了 跳出來又繼續在抹黑 那當然最後會被打臉嘛 所以我覺得這一堆事情 現在的核心點是 馬文君他對回答問題沒有回答 最後我要講 馬文君現在他一直在影射一件事情是說 我們的輸出許可到底有沒有問題 馬文君前幾天的臉書就講說 我們的那個輸出許可啊 影射或儀式內容有狀況有問題 可是現在一個一個資訊被翻開 真正有問題的反而是另外的公司 為什麼會這樣講 海軍艦長黃征輝這兩天跳出來講說 說那個之前有一間荷蘭的公司啊 那為什麼大家完全把它排除在外啊 那現在其實已經很多資訊被揭露出來了 荷蘭的廠商其實並沒有拿到輸出許可 那你荷蘭廠商沒有拿到輸出許可 怎麼可能用荷蘭的商品 用荷蘭的裝備 那回來問我們自己問題 最核心的問題 那台灣我們潛建國造 到底有沒有拿到輸出許可 前一陣子無論是郭錫啊 或者是一些官方 好像都講得沒有很清楚 我去找到了立法院的公報嘛 白紙黑字就有嘛 馬文君在立法院公報 110卷30期的委員會的會議 裡面他問這是2021年的事情 他問說所有紅區的裝備輸出許可 都拿到了對不對 問號當時是敖參謀長以致 敖以致參謀長他回說 報告委員我們的主次要跟輔助裝備 總共107項輸出許可 全部取得 馬文君不相信的樣子喔 繼續追問 紅區裝備輸出許可也拿到了嗎 參謀長直接敖以致回 是所以連紅區裝備拿到我們都知道 綠區黃區紅區嘛 綠區就是我們可以自己製造了 黃區是有點困難看 可以自己製造 可是最後最難的 我們拿不到關鍵技術的 需要國外幫忙的 紅區的裝備輸出許可也拿到 所以真相越來越清楚了 當時的荷蘭廠商沒有輸出許可 我們現在潛艦自製的 有輸出許可 過去兩年來抹黑說 我們潛艦國照沒有拿到輸出許可 也是一場謊言跟騙局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越來越清楚 但馬文君他該質疑 該回應的問題還沒有回答 OK 讓觀眾們來看一下 那當然對馬文君來講的話 最近馬文君也有提到 剛剛講到的機油公司這些 那他有提出相關的一些說法 讓觀眾們先看一下 來 他是在賣煙草跟飲料的 他倒閉以後才重新復業 復業以後就是來標我們的 東華民國的潛艦 那機油公司其實他在 Google上面其實有很多的資訊 那如果在甚至好幾年前 其實也有相關的報導 我們大概也都是透過這樣的報導 來質疑 那如果不是這樣 我覺得他們相關 因為既然是機密的 他們並沒有讓我們知道得很清楚 如果有什麼樣的問題 其實他們說清楚 我覺得這個也沒有什麼很大的問題 好 在那個過程當中 當然馬文君在問行政院長的時候 問陳建人在講說 你會如果心臟開刀 你會找一個非常資深的 你還是會找一個大概四十幾天 拿到一個直到四十幾天 來幫你開 類似像這樣 可是如果照剛才冠情所講的那些 包括馬文君剛才後面所講 明顯我們只是這樣看 第一個藉由這件事情 真的是烏龍一見 好 但除了這個以外 冠情的意思說 大家明明都知道 台傳什麼也講過 為什麼還把這個要拉出來 可是這個還不打緊 更重要一點是韓國這一塊 因為韓國這一塊 但是你有看到 包括馬文君委員 第一個他就講說 如果任何人說有他拿錢什麼 他欠付 如果沒有 他是直接說叫黃曙光欠付 他們就說叫郭喜 他們說叫黃曙光 他現在是直接拉過黃曙光 黃曙光出來再共 講清楚 為什麼會這樣 第一個因為從一開始 因為黃曙光 黃曙光接受媒體的訪問 拋出兩個點 第一個有立委 因為銀頭小力在擋這個案子 第二個 國內的軍火商 因為標不到案 然後把資料給中共大使館 老講這兩個 我覺得都很嚴重 第一個前面 第一個有可能洩密 有可能圖利 這要查 第二個就涉及到 內道亂判國制 這更要查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 現在包括剛剛 綠的來賓也來講說 到底馬文君有沒有洩密 這幾天在景雅 馬文君到底有沒有簽保密協定 到底有沒有把資料給南韓大使館 我特別跟馬文君查證 今天是這樣 他其實去年大概年初的時候 包括那個郭喜跟南韓的 那個S.I.的軍火商 這些的對話被錄了 郭喜自己講說 他被錄了八個月 八個月 這些資料在包括在去年年初 甚至在前年年底的時候 不論是馬文君或資深的 國內的媒體都有拿到了 陸陸續續其實都有披露了 那馬文君認為說這個案子 他是這樣子 第一個他說到這爆料之後 他也找了國防部次長 也給國安部 第二個 他不是只有給南韓代表處而已 他是給外交部 希望外交部轉給南韓代表處 那外交部還回文給馬文君說 麻煩你 你直接給南韓代表處就好了 然後這個資料 同樣的這些爆料資料 還給調查局 拜託 如果假設要洩密 我要大背周章 我會給國安部 我會給外交部 我又給調查局 然後最後我背上一個洩密 那個大名 不合理啊 如果假設要洩密 我要大背周章 我會給國安部 我會給外交部 我又給調查局 然後最後我背上一個洩密 那個大名 不合理啊 所以第一個 這個錄音檔裡面的資料到底是什麼 國喜跟南韓的SI公司到底是什麼 當然 綠營也有人質疑說 因為馬文君泄密給南韓代表處 導致說 南韓方面在去年三月抓了SI的六名工程師 拜託 這些資料 原本也透過外交部要給啊 所以說馬文君對外的講法是這樣子啊 他認為SI公司是給陰陽合約嘛 就是說你表面你只會做水面劍而已 實際上你來臺灣的標案 你是要做水面下的潛艦 就是說馬文君質疑 這家公司其實沒有那個能力 來做臺灣的潛艦嘛 所以爆料出來 結果那時候給國安部 國安部市長也講說 那時候是廠商自己的內鬥 他也沒有去做調查 假設有洩密的這樣 這件案子從去年年初到現在 已經經過快兩年了 如果有洩密的話 那就馬文君去把他抓起來去查嘛 那為什麼從去年到現在都沒有查呢 所以我覺得洩密上 洩密上光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現在調查局立案了 就回歸給司法去查進度嘛 我覺得是這樣子啦 那你覺得為什麼在這個節目眼上面 包括黃曙光會直接接受媒體訪問 會說有個立委一直在搞啦 或什麼 最近這一連大串的接種 那藍營會覺得為什麼 我覺得洩密如果要怎樣 現在變成說雙方各講各有道理 事實上第一個馬文君講的 綠營也質疑 可是那個郭喜講的 國王部也質疑啊 你邱國正是國王部長 國王部長的大家長講說 郭喜做了太過分的事情 所以被踢出被踢出 潛線小組之外 那到底做了什麼過分的事情 是不是他有介入 還是說他跟南韓的SI公司 直接有什麼勾搭 這要講清楚啊 所以我認為相較之下 郭喜跟馬文君互告過來互告過去 郭喜自己講話 公信力我覺得有問題啊 所以第一個 假設郭喜指控說馬文君當初跟他合作的時候 有收了郭喜的政治獻金 好這有這有沒有違反政治獻金法的部分 到底有沒有這個事實 我覺得檢調去查明啊 第二個有沒有洩密 這檢調去要去釐清嘛 第三個我就說剛五個講的 政治動機的部分 不只現在不只民黨 不只說政論節目在討論而已 連包括賴清德副總統 包括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 整個都跳進來 甚至跟這件事情八竿子打不上的林俊憲委員 他也不是國防的委員 他也跳進來了 為什麼綠營進來圍剿的 我覺得還是有他的政治動機在裡面 什麼樣的動機 我倒不認為說 這是因為把他上高到總統選戰 我只用一個啦 黃貞威是上 他是一個海軍的建長 他講說這件案子裡面 國民黨很難介入 綠營的人就很多介入在裡面 那郭喜現在傳達一個訊息 就是打馬文君 給這些綠營的人看嘛 就是說潛艦這是水很深啊 當然我認為在台灣 所有人都希望潛艦做的好 大家也希望國防自主 這是一個原型艦而已 接下來二到八燒 能不能蓋的好 這是一個很大的大餅 潛艦原型艦500億 接下來還有那麼多億的錢 就怎麼把它蓋的好 是不是有更多人捲在裡面 有些人試圖去吃這塊大餅 是誰要吃這塊蛋糕去查清楚 那是不是有其他的綠營政治人物 捲入在裡面 我覺得依照黃哲雲的講法 是不是說殺雞儆猴的味道 撥起是這個意思 我覺得兩個城市的問題混在一起 第一個 整個前線國照有沒有必案 有必案查到底 這部分藍的綠的塞豆一樣 可是現在我們要討論的重點 兩個課題 有沒有泄密跟馬文君的動機 我先講有沒有泄密 今天我沒有聽過錄音 李正浩他們聽完錄音了 他們覺得有泄密 所以他們去高監署 去告嘛 這部分就是有沒有泄密查清楚 但馬文君也在混淆嘛 馬文君說 他跟防茂洪 防茂洪次長 次長中將跟他確認說 這到底有沒有機密 說實話啦 問一下要知道 防茂洪他是陸軍出身的 他也不是海昌計畫 密機密與否的核定的人 老實講以他來講說這是不是機密 這是一個問號啦 實際上海昌計畫內容 什麼是機密 是由當時核定這個案子機密的人來確認 這第一件事 第二個事情 實際上就算他不是機密 馬文君還是要回答 他把本國的東西交給外國人的動機是什麼 到目前為止 馬文君都沒有對外國 我覺得這個是核心的問題 第三個我要講黃甄輝的部分 黃甄輝已經很清楚了吧 他這兩天就說六嘴了啦 他的動機跟背後的目的 我們懷疑他就是因為當時 他在幫忙荷蘭的那個廠商啊 所以他現在在講這些事情 講說為什麼你們不用荷蘭的廠商等等 我覺得這個東西都已經有一點 個人的情緒跟利益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跳脫出來啦 如果真的有什麼必案 就把它揭發清楚 對我們來講雖然是民進黨的 你還是要把它查清楚嘛 可是不要把馬文君 他實際上丟給韓國人的動機 跟這件事情混在一起 來我不是說 如果要丟給南韓 那直接給南韓世界 譬如說是將軍南韓的SI代表 我說這資料你殺掉你 可是我馬文君是透過外交 不要轉給南韓了 所以我覺得是轉了一手 而且他只要釐清說 他只要說南韓SI公司 有沒有陰陽合約 能不能做這個潛艦 重點是請你們南韓代表處 釐清楚 江軍雖然是入軍出身 但這整個來講的話 包括你們自己在看這些 包括國防界 你也在國防部待過 都看過這些 都看過很多一些也叫機密資料 那這些包括馬文君為到底他做的 大家現在講的各自一詞 到底是哪邊不對 照理說現在原型建已經出來了 IDS原型建已經出來了 這些事情 為什麼黃素光前總長要把它拋出來 就表示如果這件事不拋出來 後面的七艘很難照 我說真的 我說真的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真正的利益不是造建 造建的利益不是很大 造建的利益是後面的五十年 甚至更久的時間 維修 維保 更換 還有他的零附件 這才可怕 賣一部戰車給莊家留了多少錢 我告訴你 後面的維保才可怕 十年下去 可能全旅都可以換新的 維保才是真正的貴 那麼為什麼我說黃素光 會把這個拋出來 照理說 退伍軍人不喜歡搞這樣 做出來了嘛 IDS原型做出來 報告總統 我黃素光任務達成了 交接 民賢申總長他來接 應該是這樣子啊 絕大多數人都是這樣 我告訴你 就是四個字安全下莊 這次跟我無關了 所以你看現在 當過部長李傑有沒有出來講話 沒有 四星上將 李傑就是海軍出身的 海軍潛接 對 林正宜也是海軍的四星上將 現在還在 有沒有出來講話 沒有為什麼四個字安全下莊 別再搞我了 我好不容易啊 四十年一身龍馬 沒有任何污點 不要找我 這些人應該出來講話 為什麼你知道 這些小老弟的吃相太難看 我告訴大家今天 馬維軍出來開記者會 我必須要講一點 GL公司 不是LG 是GL 這間公司 你認為馬維軍會不了解嗎 騙人 為什麼我說騙人 我拿到了一份 第一次前進總統開了三次機密會議 那這一份我也不是跟李正浩什麼去踢爆 網上都找得到 網上找到為什麼他本來是機密 後來解密變成非機密 OK 所以網上都有這個機密是2018年10月25號第一次潛建國道的會議 前面由嚴德發部長在做報告的時候是定為機密等級的會議 就是那個記者 什麼非干人的全部離開 等到嚴德發報告完以後把資料都收走 後面的提問變成一般非機密的會議 所以這個報告才會出現 為什麼我說馬維軍委員早就知道街樓公司了 因為在2018年10月25號他就問了 馬維軍問國防部長說我想請問一下 台船公司要造船 為什麼要找顧問 誰出來答的不是黃樹光 是黃樹光一個部署叫邵維洋少將 憲勝中將 他就出來說 委員我告訴你 因為台船沒有做過潛艦 他只做過水面艦 所以兩個專業領域差很多 所以我們才要找專業的顧問公司來 所以馬維軍又繼續問了 這都是會議紀錄 我都沒有添油加醋 都馬維軍去問他說 那其實我們的顧問 應該都來自荷蘭吧 為什麼 因為建榮級的潛艦都是荷蘭的 還有我們花了70幾億 造的一個大修的一個廠房 也是為了建榮級的潛艦來做的 所以懂潛艦的人 建榮級的這些荷蘭廠商 絕對比基野樓公司來的專業 而且這些廠商要做造舰的這些顧問費 都是上百億的 為什麼基野樓才六七億就拿到了 這都是裡面揭露的 這是第一個疑問 然後當然台船就講說 沒有我們不會做 那但是呢 為什麼不找荷蘭 這個要有國防部來回復 所以邵維陽就講了 他說我告訴委員 第一個為什麼沒有找荷蘭的公司 而找基野樓公司 就是最近大家吵輸出許可四個字 大家知道其實潛艦國造 大家不要認為說潛艦國造 反正都可以造 反正你只要開心做就可以做 農民都可以做 對農民三萬塊都可以做 農民真的做出來沒有質疑 他真的有做出來 因為做出來那是載台 潛艦分兩部分 一個叫載台 載台包含什麼 包含了電力管理系統 包含了柴油發電機 竹馬達螺旋軸 目前還有硬殼軟殼這些都是所謂的載台 那這些載台 如果你沒有拿到輸出許可 你後續的戰系的系統進不來 那戰系統目前是弱馬會提供嘛 可是弱馬說你載台的這個輸出許可 我先看到 否則你是山寨版啊 我不敢給你啊 對不對 萬一給你下去了 出了問題以後 我這些系統都是極機密的 所以你必須載台的輸出許可必須先拿到 而荷蘭無法提出 荷蘭沒有辦法提出 而街樓直撲鑼陀 他可以透過向英國授權拿到了 因為他拿到了 後續美國才可以把戰 什麼是戰系我告訴大家 包含了什麼 煩躁裡面的東西潛望鏡啊 包含了魚雷發射管啊 包含未來這個潛射的 這個魚叉飛彈的發射器 還包含了戰鬥管理系統 潛望鏡光電影聲納 這是潛艦的靈魂 這是潛艦 跟抓海星抓蛤蟆的潛艇 不一樣的地方 跟抓什麼 這是潛艦跟抓海星抓蛤蟆的潛艇 不一樣的地方 跟抓什麼 抓海星抓蛤蟆的潛艇 中國大陸的農民 他們所做的三萬塊的潛艇 那個潛艇就是用來抓海星 抓蛤蟆 所以說他不需要什麼魚雷發射器啊 他更不需要聲納 更不要潛望鏡什麼光電軌 這些戰鬥系統 他不需要他不是作戰的嘛 他是務農的嘛 我能抓到海星就好啦 對不對 不要把海星抓錯了 抓成石頭就行了 所以說你必須先拿到這一些載台部分的許可 美國落馬公司才同意把這些作戰啊 這些體系的東西送給你 不是送給你賣給你 授權給你 所以問題都出來這裡 所以邵維陽就跟馬尾鈞講 這都是會議記錄裡面說的 馬尾鈞因為這一次輸出沒有辦法 荷蘭拿不出來 我們只找了借樓 透過直播羅陀我們拿到了 OK 所以問說這個就出來說 那請問那請問確定拿到了嗎 紅須拿到了嗎 有幾項 那當然是邵維陽一看 你現在是公開 雖然剛才奇異報是機敏的 可是現在是公開 他說這點我不能告訴你 你什麼不講 這就是這樣出來的 這是整份的報告出現在這裡 然後最後呢 他還說 不過我們現在用的潛艦 都是建榮級的荷蘭的 那找荷蘭人來當顧問 不是他又講了一遍 他說委員 因為他的紅須載台的部分 無法授權 對最後呢沒有辦法 所以邵維陽才講出了一個 這個大家看起來 有一點點泄密 在泄密邊緣 他就說 委員我告訴你了 我們所要的這些作戰的需求 跟建榮級的水深巡航距離 靜英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們不能找荷蘭 這是整段報告已經揭露出來 他是這是公開機敏部分 我拿不到 這關大家上網都抓得到 這是為什麼我說馬維鈞 當時就已經知道 機敏樓當時 這是曉得了 那麼2018年10月份 你都知道 你現在還在立環說 這是做茶葉的 這是做煙草的 這顯然就是說 我覺得余將軍這樣講 讓我更是不寒而栗 為什麼 就說他五年前 2018年他質詢過 對 就他現在完全忘記了 JL 不能忘了嗎 表示他沒有進入狀況 他對這個議題完全不熟 因為很多人懷疑說 馬文君他為什麼會參加 外交國防委員會 英文不好 已經國喜證實了 外交要靠英文 再來他過去的所學 他是嘉南藥專藥理科 然後當過埔里正政長 然後南投縣議員 他沒有國防相關的資歷 所以他今天質詢 我必須要講 他就是趙北宣科 他就是道具人 所以他對他過去的質詢 他已經完全沒有記憶了 我覺得他上禮拜在立法院 那個不是委員會 那個是正式的大的會議 我認為他表現得很深層 他真的是講他自己的東西 他真的告訴你說 JL是倫敦的一家賣紅酒 賣煙草的公司 他講的 我真的必須要講 他過去五年前的質詢 他完全忘了 因為那個東西不是他的靈魂 他不懂 他就是照別人助理 讓他問什麼就問什麼 所以他會很自然講說 JL是一個紅酒公司 成立48天 為什麼可以飆到潛艦案 對不對 因為他把那個JL 的那個雜貨店 跟直播羅陀 也叫JL搞混了嘛 我們這兩天不是有 談到一個荷蘭WU軍火商 對不對 按照馬雲軍的觀點 W6怎麼可以做軍火 W6怎麼可以做潛艦 W6是飯店 W6HOTEL 怎麼可以做 怎麼可以做潛艦 按照馬雲軍的邏輯 不是這樣子嗎 葛珍老師 如果照您好 葛珍老師 他也跟你講 你看包括他找律師去告 告 不管告郭錫啊 或告什麼 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坦道 我沒有任何 連缺負兩個字都拿出來用了 所以他也直接在公開場上講說 法務部剛才明信有講 我有給法務部啊 我有給調查局啊 他這兩天不是還問說 那你們到底進度是什麼 他就是要告訴你 在公開場上告訴你說 我就是沒有啊 我才會這樣講啊 很多人在語言就是說 因為馬雲軍認為檢調不會辦 所以他同步給了韓國代表 你怎麼知道檢調不會辦 你在去年一月 你是同時給檢調查局 國防部也給了韓國代表 你說我給了調查局 一年都沒有任何訊息 我們到調查局沒辦法裝死 然後我給韓國代表部 這或許還輸得通 但是也不行 因為那個東西就是國家機密 所以你不可以把這個資料給外國 今天你不管是那個所謂的 那個韓國的 這個相關的公司來講 或者相關的那個代理人 那個都在台灣啊 他沒有離開台灣啊 我們剛剛講過 那位顧問詩顧問 你在台灣啊 如果你覺得真的有問題 對不對 SI公司的老闆也在台灣啊 如果你覺得有問題 我們調查局我們可以辦嘛 我們有司法管轄權嗎 你怎麼你是中華民國的立委 你竟然把相關的案情的資料 給了一個外國單位 你是把我們中華民國自己的 司法管轄權置之於避喜嗎 而且我在想你是你是國會議員 你不是一般的路人甲 而且我們看到最新情況是 韓國是一個具有 這個是一個民主國家 這個法治國家 檢察官憑什麼把這五個來台灣協助的工程師起訴 而且現在被關到監獄裡面去 有證據 而且據說這個證據是來自於台灣某一位國會議員 他的姓叫MA 因為他提供的證據裡面有這些工程師的簽名 否則我怎麼定你的罪 我要證明說你在幫台灣做險件 那我為什麼能證明呢 就是有相關的文件嘛 就我覺得今天這個問題是非常嚴重的 馬文君到目前為止 他說我只給韓國只有只有錄影檔 真的嗎 現在我們沒有證據 但是如果韓方那邊 或者這三位顧問把證據拿攤出來之後 一翻兩瞪也 馬文君的部分我剛才講完了 我講到黃曙光 黃曙光原型建影造出來 按照正常來講 我這個階段任務達成 我功成身退 大家認為上將退下去他很缺錢嗎 我認為不會 但是他為什麼跳出來 因為光是原型艦出來 如果後續都可以跟下水餃一樣 砰砰砰都出來 他就不會出來講這個話了 他是召集人 他聞到了有人在阻擋 為什麼阻擋 我講出來范老師會覺得更精熟 荷蘭當時賣我們建榮級的兩艘潛艦 我告訴大家 那叫做什麼你知道 那真是抓海星的 不能發射魚雷 不能丟任何的這個所謂的武器 就是就是潛艇而已 對就是載台而已 他不能裝武器 所以後來我們的魚雷是透過印尼 繞了一大圈 拿到還不是很好 那所以說如果 如當時這些前客所講的 還是由建榮級複製 做一個所謂的山寨版的出來 他還是沒有戰鬥能力啊 他還是沒有作戰能力啊 所以黃樹光他說 現在我們的 所以為什麼 這個邵維陽才會說 距離需求戰鬥 還有航程靜音都不一樣 因為建榮級無法滿足 OK 那麼當時為什麼叫建榮級 大部分解重新性能重建 因為如果你台船 連大修保養都不會 你如何證明你會修潛艦 張哥你剛後面講的那段 建榮級包括他 連魚雷都沒辦法發射 我們還要從印尼啊 什麼什麼的 這段沒有涉及到國防 沒有沒有 我第一說 我第一說我要不要決定這一段 我耳朵要嗚起來 這揭秘了 這都揭秘了 揭秘了 因為他夠老 那個當時建榮級的潛艦來臺灣 他不能打 不能發射魚 全世界都知道 所以後來才用這種方式 但是在宜蘭也鬧得大笑話 把阿扁嚇出一聲冷汗 就是這樣子 OK 可是這整件事情 來 林教授請問一下 因為您是楊明教大特兵教授 法律專輩 剛才來賓所講的這幾個 第一個 馬文君委員 包括給了韓國代表處 這到底中間在法律上面 有沒有什麼一段 可是除了這個以外 剛剛有講到 他有說 我有找國防部的次長來啊 次長也跟我講說 這沒有設什麼機密 他可以到時候 如果真的高檢調查 他會跟人講說 我有問過啊 那問了跟我說是這樣 我才這樣做的 這整件事 包括給韓國代表處 他到底中間 有什麼敏感的地方 謝謝 其實我認為 剛剛范老師講說 他的那個靈魂很亂 基本上國民黨很多立法委員 靈魂都很亂 那個陳選生不是這兩天質詢 也是在講他靈魂很亂 所以可能 基本上他就是一個靈魂很混亂的一個狀況 他組合跟你不一樣 對對對 所以他靈魂混亂 然後第二個是我上一次有提到說 文君這個行為 其實是項莊武建義在佩公 後來我非常後悔用這個成語 因為太難了 我覺得他不是英文很不行 他中文 就我怎麼會用這樣子的成語 來來讓他理解我的意思 我覺得是我錯了 就是說其實基本上 那個法務部或者是調查局 或者是什麼他講的一大堆政風單位 那個基本上都是一個掩耳盜鈴 他最希望的就是拿給韓國嘛 那韓國因為這幾年有非常嚴格的敏感科技保護法 台灣在過去 一開始我們也曾經想立過敏科法 可是敏科法後來不遂嘛 胎死腹中 但是南韓是立成功的 所以南韓對於營業秘密 核心關鍵技術敏感科技 他是很在意的 這些都有行責 對 所以當他把這個東西拿給韓國 加上文在寅本身是這麼的親中 所以這個幾乎是沒有可能的 就是中國一定可能出來干預 所以他給韓國的目的是希望 阻擾我國做潛艦 這個意圖是非常明顯的 所以全部的東西 只不過是在包包裝他意圖 讓中國來打壓台灣的 自己製造武器 這樣子的可能性而已 所以全部的東西只不過是在包包裝 他意圖讓中國來打壓台灣的 自己製造武器這樣子的可能性而已 所以在我國來講 我其實剛剛才知道 那個正好他們早上有去告 我是建議他們除了那個外患罪 應該要再加上一個國安法 為什麼因為我們過 那個外患罪裡面處罰的範圍 是有處罰到預備未遂跟陰謀 可是國安法是有處罰過失的 所以我建議多多益善 所以就算他今天沒有故意 但是他有過失 他過失去交付或者是洩漏 跟國防有關的機密 我覺得他也逃不了責任 所以建議正好跟那個吳徵 可以把這個也放進去 你等一下碰到正好跟他說 對但我相信對馬偉雄來講話 當然他也看了記者會 也提出相關一些說明 但會很簡單講 所以這整件事情 他不只是單純大家看到 這樣一個委員 委員有沒有這樣的一個風暴的問題 他牽涉到是臺灣 包括在未來 剛剛將軍一開始就講 那是我們後續遣見的一些問題 所以問題不在眼下 而是在所有的未來 其實我覺得整件事情 大家看起來好像說 感覺上已經有講的有點清楚 但事實上很多關鍵的東西 到目前為止都沒有浮出檯面 我就舉一個例子好了 我相信那個池政浩 他是完全亂爆料 他不會第一開始 是找到民進黨的立法委員王定宇 後來又有另外一個民進黨立法委員 有人說是羅志正 但他個人否認 再來又找到國民黨的江啟臣 然後最後才找到馬文鈞 那現在問題來了 我現在有點不理解 是誰引見他跟馬文鈞認識 因為為什麼這條線很重要 因為黃曙光講了一句話 他講了一句說 是有一些軍火商做不到生意 所以憤而向中國大使館這邊寫了 所以黃曙光這句話等於是意思是說 馬文鈞不是直接給中國大使館的 但是馬文鈞可能是卸給韓國 然後輾轉之後 就是流到中國大使館 但是中國經過中間的一個軍火商 第二件事情 大家有沒有覺得很奇怪一件事情 現在到底韓國那些韓國技術員工 為什麼被抓 是洩密碼 可是不對啊 SI當時來臺灣社公司 在高雄社公司 是經過韓國政府的同意 換句話說韓國政府同意啊 那為什麼會被用洩密的情況被抓呢 韓國的技術官員被定罪的原因 是因為他把一個就是所謂的壓台機 運到臺灣來 然後他用的名義是要做風力發電的一個機台 那因為他是可以把什麼硬 那個什麼鋼鐵啊什麼的壓來壓去 但很有趣的是 這個東西一樣可以拿來做潛艦的外殼 我們都知道潛艦其實他的壓力 就是你要把他的外殼是很重要的 SI公司本身就是在協助臺船做這個 那個廠房以及這個壓力外殼的 所以現在我聽起來應該是說 那個普弟弟喔 被定罪的原因是因為他掛羊頭賣狗肉 他說他是要出那個壓力台 中風力發電 但事實上因為馬文君的洩密資料 讓人家發現說事實上這個東西是要拿來做台團的這個潛艦的 只有這個理由他才會被抓 不然沒有理由被抓 是不是 但現在問題你沒有發現我覺得不管是郭喜黃真輝 這裡面目前為止每個人講出來的十句話裡面 其實可能有七句真 六句真 五句真 但是有一部分是假的 那最重要的是關切到自己的一個關鍵問題 我覺得他們都沒有吐出真話 所以現在情況是確實我相信 那個馬文君他在這個洩密的問題是絕對有問題的 因為你沒有道理就算你要他這樣講幾個理由嘛 他說啊我什麼我要防止國醜啊 對啊 不是要潛艦變國醜啊 對他說我不能讓潛艦變國醜啊 然後說什麼陰陽合同啊 然後有造假經歷啊 其實他現在講的這幾點完全沒有一項是成立的 因為這個SI公司他們包括那個浦先生本人 他們是大雨的下包商 他們是確實是幫過印尼去見那個相關的潛艦 所以他是有戰機有時機有經驗的 那現在是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 那個浦先生跟他弟弟 他弟弟他們被抓的時間點 為什麼韓國媒體特別去講大選的前兩天 大家都知道韓國的之前的那個總統啊 文在寅他是親中的 他是親共的 他是親北韓的 所以這整件事你要知道這潛艦的事情哦 沒有這個政府官員哦 就是說國家哦 沒有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這個是不可能 比如說為什麼要用英屬直布羅陀 因為英屬直布羅陀本身自 他雖然是英國的海外屬地 但是他自己本身有自己的主權嘛 所以是英國政府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讓英屬直布羅陀這家公司來協助 反正要幫我們的都要睜一眼閉一眼 對簡單講就是這樣 所以韓國當時讓SI這個 其實是有點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但是你現在馬文君把東西直接給人家了 他沒有辦法閉一眼啊 他沒有他如果他如果已經有 而且老共就說 不是有個馬興的中華民國的立法委員 你們寫資料給你嗎 你們如果中韓國政府你已經有這個資料 你不去辦你的韓國人 那你等於就是擺明了跟我中國對幹 所以韓國是因為這樣的壓力之下 在選舉的前兩天才進行這樣的抽選 因為鄭浩去告的所謂的外患內容 如果你看鄭浩去告的所謂的外患內容 如果你看鄭浩在我們節目裡面 他上禮拜五的時候 本來就已經講說他今天要去告了 那林俊仙有提醒他講說 今天人家放假好不好 那你說高檢署一定有執勤的檢察官 一定會這樣 可是他的意思有講說 他講的內容跟剛才慧珍講的 有一點類似 你從這些資料是可以看得出來 那些人是在我們國內有做一些什麼 會不會跟他們當初的想像不太一樣 這些可是這一段 保證對民眾黨對柯P來講的話 這件事情有發表什麼樣一些看法嗎 應該是說淺見這個的話 我們自己會覺得 如果真的就是很明確的 有一些市政的話 那反正該查清楚就查清楚 所以基本上我們的一個論調都講 但是我必須講 因為其實在立法院那邊 的確也聽到一些風聲啦 什麼風聲 也就是說馬文鈞委員 他所產生的這些爭議 恐怕不是空穴來風 也就是說其實可能在立法院 多多少少有一些人 他們是曉得好像有一些 一些這種事情等等 所以我才覺得說 如果真的國民黨現在面臨到 馬文鈞委員 他已經碰到這樣子的一個局面 那甚至呢 郭喜好像講話 也有點反反覆覆 那到底哪一方說的才是真正正確 我恐怕覺得還是檢調查清楚 這會影響到你們藍白河嗎 其實應該不會有太大影響 我覺得最大影響應該是 國民黨現在一直不接球 要不要比民調 我普通剛才談到的就是會聲講的 因為這個案子是去年馬文鈞是去年一月份把資料給了檢調跟韓國 然後三月份這五個工程師被抓 文在寶是五月份下台 所以就在文在寶我們剛好 然後朝鮮日報是在6月7號報道 等於是文在寶下台 影席月上台 他就把這個資料公布出來 所以的確就是說文在寶在那個時期 文在寶我們都知道嘛 他是對美國比較疏離 然後強調對北韓採取的是一個所謂的陽光計畫 清北韓然後清中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拋出來 文在寶一定要辦 為什麼 因為他我覺得文在寶很知道馬文鈞跟對岸的關係 馬文鈞跟對岸有什麼 我覺得這個指控太誇張了 馬文鈞 嘉老師好像指控說馬文鈞就是北京在派在這裡 特派也一樣 馬文鈞過去也有跟國安辦主任張志軍見過合影 但是他也知道 合影不行嗎 也可以 但是韓國會擔心 這個資料如果你手上有 那你會不會中國也知道 那如果中國知道之後 你韓國竟然幫台灣造潛艦 那是中韓外交上的重大的一個問題 而且有沒有大雨集團在中國有沒有做生意 如果這樣的話那大雨也很擔心 怎麼變成我大雨在幫台灣造潛艦 中國如果縱結大雨在中國的所有的投資 那影響很大 所以韓國勢必要做出決定 其實我覺得重點是在於抓出 其實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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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先生的還在臺灣 聽說在智能力開 智先生你其實很簡單抓到他 問他說是誰幫你引進馬文鈞的 其實從這個線下去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找到跟中國那個部分的一個關聯系 你有沒有趕快補充一下 當初馬文鈞是接到爆料的資料爆料錄音檔 不是說國王部把這一批機敏資料全部都集機敏畫三條線公文 我給你馬文鈞不是 馬文鈞接到的是那一些的錄音檔 那錄音檔經過國王部國王部長次長的這些沒有涉及到潛艦的機敏建造 對建造的部分沒有影響是屬於廠商沒有黃正會說他給了三千 那如果這些資料國王部認定有問題的話那就去辦嘛 可是今天馬文鈞認為說國王部的態度就想要辦沒辦法辦 感覺的不辦 所以他給調查局後來再給透過外交部給南韓代表處 所以是這樣 我認為啦 如果你們認為說就像那個教授講的說馬文鈞 這教授的認為喔 教授認為說馬文鈞就是你北京在臺灣的代表處 我沒有要講 我沒有要講 韓國安會會擔心嘛 就是你跟對岸的關心嘛 一個最簡單的方式是這樣子啦 就是說馬文鈞也認為說因為他爆料給那個南韓代表處之後 南韓代表處才去啟動司法調查 所以可以把那個判決書拿回來去查前因後果 判決書是怎麼樣啊 不是你中華民國的立法委員 你中華民國人民的納稅錢 結果你不相信中華民國的體制 你把自己的主權先把所有資料給國王部 然後給調查局這不相信體制嗎 第二個我覺得指控一個中華民國的國會議員 涉及到叛國泄滅是很嚴重的 第二個我覺得指控一個中華民國的國會議員 涉及到叛國泄滅是很嚴重的 不是在我們在場指控而已 第一個如果假設他真的泄滅很嚴重 很嚴重 我覺得檢調從去年到現在 兩年都沒有去調查 我覺得檢調是堵職啊 第二個誰泄滅 誰泄滅給中共代表處 這很重要啊 這很重要啊 因為那三十一個檔案 只是檔案下面還有更細的細檔案 而且裡面很多資料是韓文還不是只有英文 你要調查局三千多個員工 有多少人懂韓文 一個一個去看 連這個黃申輝都看不懂 所以我覺得不要說檢調都不辦 檢調在裝死 可是剛才講的這一段 林教授請問一下 剛講檢調兩年 包括馬文靖直接問 你們現在辦的進度到底怎麼樣 比方些嘛 這些技術還有那個資料 馬文是講說我只給英黨 那但是那是黃申輝說的時候 說那個除了英黨以外 是不是有那個圖 尤其那個三千里頭有沒有那個 包括潛艦一些圖的這些東西 這個會有差別嗎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在於 馬委員至今沒有去講清楚 他到底為什麼要去給韓國代表處 就是說他這個行為到底為什麼呢 如果你認為有必案 怕變國醜 對你怕變國醜 所以給那你家醜不外揚 你為什麼給韓國代表處 你完全make no sense啊 就這件事情他講了一大堆 已經回應過兩三遍了 可是從來沒有直接去講說 他給韓國讓韓國人被抓捕 這件事情對於他揭蔽到底有什麼關聯性 他講不出來啊 但是我們的推論非常的正當 因為這個抓完以後就是代表 以後沒有辦法再來光明正大的幫你做 或者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都沒有辦法幫你做了 這不是很明顯嗎 而且現在有一個很好玩的地方喔 馬文君說他給調查局是英黨嘛 對不對 黃申輝說他看到的是有審見的圖嘛 然後呢這代表什麼意思 那你馬文君收到有審見的圖跟英黨 結果最後你一直可以調查局英黨 那他給韓國英黨 他這樣講 他給韓國英黨 但是他是這樣講 我們不知道他到底給什麼 我原從現在他是要給韓國英黨 而且我們也不知道他到底給什麼 對不對 那是他自己講的 現在變成你到底收到什麼 你到底給了什麼 誰給了你什麼 那誰去牽起這條線 他從頭到尾都沒有講清楚 因為人家我問過次長說 可是你給的真的是次長講的那些東西嗎 我們不曉得 假設國安部成立海艙計畫 到去年認為 就說潛艇計畫 去年如果假設去年資料已經爆出來的時候 那國安部到去年完全沒有去查 甚至調查局也沒有進度的話 好那些其實韓文有相關的機密 那可以啟動一個機密的調查報告 甚至約談當事人 甚至約談馬文君嘛 那你兩年來完全沒有約談到 現在你不覺得政治操作啟動了 這件事情好一個就是潛艇這件事情 再來一個就是在國內政壇 一定還會再去往下延伸 前面講你備好遊 結果後來發現自導自演的這一段 所有這些 惠珍 是 你有沒有調過手機 仔細想好像沒有 有沒有調過筆電 好像也沒有 手機跟筆電 手機跟筆電同時被偷 那跟雷達到差不多 那可能就是在轉機的過程 然後就是被偷 你知道尤其我們常聽說 要去歐洲的朋友 你不要與歐洲 像你想像當中這麼美 沒有沒有 其實歐洲 包括也許爬竊 或什麼 真的有時候蠻猖狂 對 但那邊好就跟你講 我東西就是掉了 這真的太可憐了 為什麼太可憐了 其實好 因為現在我們先講一下 已經我都拿起來了 現在他本身已經 就是被生押聽見了 那生押原因是因為他犯罪的嫌疑重大 然後此案還有不明的共犯 然後有滅政跟串弓之餘 再來就是對社會的安寧 造成重大的危害 然後扭曲人民的言論 然後造成社會人心動盪 好滅政這件事 我真的覺得太有趣了 第一個大家還記不記得 有人在那個匈牙利的時候 匈牙利吧 沒錯 他奧地利 奧地利 那我也也那 奧地利 那久沒去歐洲 對 起家要去 去奧地利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他還PO上那個他的黨政 那時候手機還在 還在 對 然後現在所有說法是說 他在火車上 那不是從頭到尾都在 奧地利的維也納嗎 那他不是在機場嗎 那我是不知道他在哪一段 在坐火車上被偷了 再來 他其實這段時間 也不斷的都有上網 其實我覺得他很傻 一件事情是 我是不知道他是不是到 當地有在辦 那個所謂的SIM卡 或什麼 因為像如果像我比較懶的人 我其實都用中華電信 那我就開通 那如果說他也是用中華電信 開通的話 其實查得到的 你到底什麼時候有用 有什麼時候沒有用 你是不是真的像你講的 還是事實上你到 而且他本來是說他待17天才回來 後來提前回來 那我覺得這後面就是說 他到底是 丟給誰 蓄意不見 還有什麼後面有很大的問題 第二件事情 為什麼現在 激壓他原因 是因為有在串供制限 如果說全案只有 許哲兵跟他兩個人 兩個人都被壓了 對不對 可能就比較不太有 因為本來檯面上說 這兩位嘛 一個就是 因為是林美好遊 跟許哲兵講說 那你就發一個 討厚我的 許哲兵先被壓 現在那林美好遊回來 也被壓 本來檯面上看到 這兩個都被壓了 但是法院收壓的理由 就講說還有共犯待法 還有共犯 什麼叫還有共犯 因為誰提供你的這個虛擬帳號 而且虛擬帳號 從薩爾瓦多 是不是 還有到哪裡啊 我記得轉了三個地方 所以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好像你也是 不是那麼容易辦的 你是不是誰提供給你這個部分 然後他這一次也很 也很吊詭 為什麼 我甚至在懷疑 比如許哲兵被抓的前一天 還是當天 他是不是就出國 我覺得整件事情 應該是 是不是有人有一些相關的質疑 不然為什麼 就有人 我講白了 是不是有人偷風暴信 不然為什麼會這麼 所以這件事情 剛好這麼巧 而且最巧一件事情 是大家也認為 他們的許哲兵 他們所成立的公關公司 除了班藍之外 也有幫白的部分 就很有趣喔 然後柯P的手機也掉了 當然 而且柯P那一陣子也不在台灣喔 怎麼大家出國都掉手機 這種搞奇怪 所以我都覺得 莫名其妙 然後還有一個 我個人也覺得比較 我是不知道那個 林北好油 他是怎麼check in的 你知道嗎 因為像我來講 我的所有資料 全部在手機裡面 所以我一定要 啊我不相信 林北好油是難印出 那個什麼證 然後說啊 我有我有點機會 是不是先去查嘛 我覺得這些東西不難啦 因為你說了一個話 然後就要用更多的謊來言他 雞蛋再蜜也有動好不好 這個雞蛋專家 現在我覺得問題 應該還有沒有浮出台面的 這些共犯存在 而且這一把火燒下去 燒的是藍的 燒的是白的 燒的是張家 還是燒的是整個相關的 共犯結構組織 其實都有看 隨著林玉紅回台灣 我覺得案情更加撲朔迷裡 如果依照現在新聞 報導的時間軸是對的 為什麼我要這樣講 他是六號通知警方 講說我要回台灣了 結果通知完了 回台灣之後 手機就不見了 有這麼剛好的 而且他的那個 手機不見的方式 當然有啊 那個柯P還在過 還關的時候不見 還被一個非洲人 你怎麼知道他是非洲 群不黑就非洲人 現在遊行掉手機啦 然後現在講說 而且在機場掉 之前是講在機場 那個林玉紅 一開始講在機場 後來變成在火車上 我覺得他可能是有想到一件事 假設真的是 所謂機場會有監視器 所以我就這樣 林玉紅多一條了啦 滅政兩年以下嘛 有必要嗎 我說這個事情 檢察官一定會查嘛 為什麼我要這樣講 這件事情本質上 一開始 許澤濱跟林玉紅 兩個各扮演什麼角色 許澤濱叫做假恐嚇的人 被指示假恐嚇的人 林玉紅叫斷點啦 林玉紅就是 對他指示許澤濱 然後跑出國外 可是兩個人的好朋友 難道林玉紅真的指示許澤濱 幹這個事 許澤濱會做嗎 我跟你講回到源頭嘛 就是許澤濱跟他有關係的人 現在看起來可以稱呼為 老闆的三組人 哪三組 第一個就是說 許澤濱在政治上 跟工作上的老闆 包含他自己去雲林上班 是周柏瑩 就是現在的桃園的觀光局局長 這麼剛好 聽說他也在國外 就這麼剛好 然後呢 批二組老闆是現在 就是說他在被file掉之前 國民黨的政策會嘛 國民黨的黨工嘛 第三組就是雲林張家嘛 他曾經擔任過張立善的小編 他的實際上工作上老闆 周柏瑩是張家俊的老公 等等 就是這三組人 到底誰是許澤濱 背後這件事情真正老闆 這合理懷疑嘛 就是有三件事 桃園的周柏瑩 雲林張家跟國民黨 可是為什麼這件事會被討論 因為今天有個很詭異的事情發生嘛 你有看過那一種像五哥是很知名的律師 林育宏 他的委任律師周一廷啊 接受郭 郭育廷 林育宏的委任律師郭育廷啊 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講說不要叫他好油 叫他壞油 他壞透了 你有看過這種律師嗎 這種法界那麼多 前輩在這裡 金智傑 教授 謝律師 沒有這樣搞的嘛 所以背後只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這個郭育廷律師啊 他是不是真的在幫他辯護 還是說背後是有什麼原因或動機 我覺得這個背後都要查 郭育廷後來去查了 他其實就是李嘉芬家族的御用律師嘛 為什麼我講是李嘉芬家族御用律師 幾個事情啊 李嘉芬家族過去幾個爭議的事情 農社包含那個甘政 韓國瑜甚至有小三的爭議這些事情 都是郭育廷出來辯護 後來喔不是只有李嘉芬而已喔 李嘉芬家族 包含他的岳父李日貴 被指控盜彩殺死 也是這個律師 再來李嘉芬弟弟李明哲 被控散佈吃毒無罪 也是這個律師 我這樣講是家族御用律師不會過吧 這一對案子都是他 所以 他有名的大律師啊 有可能 所以大家案子會找他 對有可能很好用 然後他罵他的那個當事人 就是壞油 對就是這麼知名的大律師 找他很正常 結果現在罵他當事人說是壞油 壞透了 還好沒說他是收水油 對啊 所以我說這個事情有沒有可能 就是最後其實 林玉宏 這一個 也許律師辯護他是天職嘛 可是林玉宏會不會最後增加 就代罪羔羊 就是斷點就來林玉宏了嘛 從前面一開始他在回國前 許哲平林玉宏結束 可是所有人從常理推估之後 許哲平不可能是受李玉宏指示 就幹這個事嘛 背後三組老闆到底是誰 然後現在冒出了這個律師 跟韓國瑜跟李家笨關係 這麼的綿密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最後還是要追查清楚 林玉宏請問一下這件事情 包括好了 我們大家都在法界 這個他不是好油 他是個壞油這些車 你聽了會有什麼樣的感覺 另外這一段 其實如果你真的講的話 陶淵地月 當林玉宏被收押進階的時候 他一定會這種社會主任案件 就一定會公布 他講他的裁定的三個理由 就剛才會跟他講嘛 犯罪嫌疑重大 這不用講這個案 還有不明共犯 尚待追查 你不知道那個不明共犯 到底會是誰 他說有滅政串政 講有滅政串政之餘 會不會就拉到 林玉宏說 自己手機跟筆電 在維也納機場實現 專案小組成員 對他的說法會成 因為你在那地方失戒 這個時間或各方面 所以這個是變成他被收押 甚或法院真的有可能再往下一步查嗎 對確實是這樣子 剛剛冠廷講的那個斷點 其實我想五哥應該也是非常的瞭解 我曾經擔任過律師懲戒委員會 跟副審委員會的委員 那律師必須以當事人的最大利益 為盡忠職守的博爾法門 所以理論上是不太應該在這個公眾上面 去破壞當事人的形象 這絕對會影響辯護的策略 還有這個律師這個fiduciary duty 所以這真的是有一點問題 那不曉得他這個辯護策略是什麼 所以我們不了解 不過以這樣子看起來很明顯 這個林北好油他一定掌握了某些關鍵的東西 而這些東西是現在不可以見光的 所以手機必須丟掉 筆電必須丟掉 那這個時候 你懷疑他是丟掉不是搞丟 不是被竊 一定不是啊 我自己判斷是不是啊 對但是只是我手邊沒有任何 只是從長情來看 以他這樣子的細心 連出去出國都會把民進黨的黨政代之 怎麼會這麼細心的人 會把筆電跟手機一起丟掉呢 這個顯然跟他過往 我們一般在法律上面 很講所謂的經驗法則 怎麼會這麼細心的人 會把筆電跟手機一起丟掉呢 這個顯然跟他過往 我們一般在法律上面 很講所謂的經驗法則嘛 以他這樣子細心的人 這個經驗法則上面是不合的 那第二個是 也許有些人會說 我看到有一些啊 這個網路上討論說啊 他這個罪也沒有那麼重啊 你為什麼要激壓他的 激壓是最重度的一種人身干預的處分 但我想要跟大家講的 就是說很多時候 有一些你看起來 比較嚴重的基本權干預行為 恰恰是為了保護該人 比如說為什麼這個人明明是 感覺是個大人物 我卻要上他手銬 因為也許他那時候修憤想要自殺 所以當時為什麼在逮捕的時候 必須要用強制力把他壓住 因為他可能傷人 他也可能傷己 同樣的像林北好遊這種事件 他如果現在在外面趴趴走 我覺得他的生命 也可能會有產生安全的疑慮 你擔心後面還有什麼嗎 對啊他竟然都可以跑到國外去了 這時候如果再有人要求他到國外去 在域外做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或者是對 所以我會認為某個程度激壓 他其實有的時候是保障人身安全 避免串政 避免串供 避免滅屍證據 因為被告的本身就是最重要的證據 他的思想 他講的話 他身上的某些特徵指紋等等 所以被告本身就是最重要的證據 被告如果不見了 你很多證據就不見了 所以為了保存被告 我覺得激壓處分 他的斟酌 以目前這樣的 我認為是合理的 對對對 因為我調過手機啊 所以我調手機的第一 第一時刻是驚恐啊 感覺沒有穿衣服你知道嗎 你的手機裡面有很多東西 我這樣做 還好都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而且第二件事情 趕快去補辦 搞不好製作單位 要跟我聯繫什麼事情 所以很緊張 而且林玉紅是一個 手機不離身的人 對 他最最會在網路上啊 製造各種直播幹嘛 所以他手機不見 我不可想像 所以我覺得說什麼 一開始說在機場 現在又說在火車 像下次剛想Uber好了 掉在Uber車上面好了 找各種理由 大家都覺得不可思議 因為你就是個手機 不離身的人嗎 怎麼可能會不見還是不見 但是你不要講 檢調單位 誰檔證沒有不見 手機不見 對對對 但是檢調單位 已經去他家裡面 搜索了 所以你的PC 還有東西 但不要忘記 還有雲端 你不要以為雲端 他東西放雲端嗎 你忘了密碼 還是可以問出來 我們科學辦案 科學辦案 但是我最不可思議 是科文子的手機也不見 這年頭怎麼搞的 這你等一下回憶一下 這個有什麼 對 抽兩個一個在歐洲 一個在歐洲 所以我現在是不是要綁在脖子上 不然我怕會不見 科文子怎麼 他是在舊金山到過機場的時候 轉機 對啊 然後這個情節太詭異 因為我們知道在美國 不是 做飛機要轉機 也要行李要檢查 手機 所以諾布克不能放在包包裡面 要拿出來 放在籃子裡面 然後裁貢 他說他放在S光之後 就不見了 被一個人插隊拿走了 黑黑黑黑黑黑黑的 這個情節太可怕了 太詭異了 我覺得第一時間 因為之前大家有沒有看到 菲律賓有發生就是 在檢查行李的時候 錢放在包包裡被偷走 被海關偷走 後來 我有看到那個影片 對 掉監視器就發現了 這個很容易掉啊 掉監視器誰拿了 因為手機不見 我覺得克文子應該做 心神不寧才對 因為他裡面有很多東西 包含不分區的名單 那如果說這個指控 保證什麼 保證美國的 航空的檢查單位 是有問題的 因為你等於是說 怎麼可以這麼 而且那個地方是有禁區嘛 連拍都不行喔 只有監視器 指控美國這個安檢是有問題的 如果我們這樣 我們去美國 我們都很小心耶 我們東西要見S光 那個地方就有這麼多人眼鏡看 竟然會手機不見 還有一個人忽然插隊 那要嘛就是美國派間諜 派密探 就要拿特質的手機 那這個很嚴重的指控 保證保證 直接回應一下 而且在這個時候 這個捷骨眼 范老師講這一段 你不覺得他就要講說奇怪 而且你聽起來 有沒有覺得他要影射什麼東西 有 我感覺到那個影射 你感覺到對不對 沒有啦 我覺得應該兩件事 教授也掉過手機嘛 對不對 對 我覺得掉手機 應該是有些人 他會發生的事情 那當然我後來知道 柯P的手機掉在機場 我也覺得有點訝異 因為我沒有跟他們那一團 但是我後來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我也覺得天啊 怎麼會掉手機這樣 那我看柯P好像滿氣定神閑 可能因為裡面 裡面沒有什麼太多東西 他今天開玩笑說 還好裡面沒有不啞照 對 應該應該還好 所以那個時候是這樣 他們在舊金山機場的時候 要轉機 然後過安檢 那後來他們是說 有外國人士齁 插隊之後 結果手機就沒了這樣子 後來他們想說 那我要報案啊 我要報案啊 然後調這個監視器 可後來發現到 他必須要待在那邊 他才有辦法報案 可是他們又要趕行程 要趕飛機 所以他們想說 那算了不然就先 就先上飛機 然後後續上來做處理這樣 所以後來幕僚就趕快在雲端上 趕快把他的一些資料 就先就先弄掉 但是他的手機裡面 應該是還好 我看柯P的反應 感覺應該是還好 但因為這個時間點有點巧 所以我剛剛也聽一些 這個來賓們也有說 怎麼這麼古怪 人家人家在歐洲調 你在美國調 這樣子 我感覺到那個影射 但應該是沒有這種事情 可是目前這整件事情 從前面講到說 包括我們那時候 然後李美好友 一開始講說 被恐嚇的時候 有很多人上去聲援 後來講翻車這一段 這一段 一直到後面偵辦的這些 國民黨現在態度會是怎麼樣 哈哈 你知道什麼你講啊 不過當然 我覺得這兩件事情 就是說李美好友 他自導自演 恐嚇這件事情 因為很多藍軍 一開始聲援 他我覺得還是要切開來看 李美好友自導自演 這絕對是 這跟黨政 他拿民黨黨政 拿國民黨黨政 都無關 是在於他行為本身 是不對的 而且因為很多藍軍聲援 他會變成綁在一起 綁在一起 綁在一起的時候 對藍軍相對就有影響 就是那個時候 如果覺得有人被恐嚇 這件事情 一定有很多人會聲援 是一定要注意注意本性 結果很多當然 我覺得如果假設 他不是李美好友 揭發說 淡的相關的說 因為進口超市的爭議 甚至食安爭議 我覺得如果是一個正常的人 應該藍綠都會去聲援他 我就基於同理心 那是因為他揭發了民黨相關 對於進口彈的相關的爭議之後 藍軍政治人物去聲援他 變成他相對的跟藍軍 綁在一起的時候 那他翻船了 國民黨相對就跟著翻船 我也認為這件事情 對國民黨的扣分 網路聲量一連串都是這樣 而且以後彈的問題 所有那些看起來 被轉移掉焦點 那變成說其實彈 林北好友自老自演 是錯誤的 可是他揭發相關彈的爭議 弊端是在他換標籤有沒有 甚至換標籤 西產地到現在豬肉 西產地也都出現了 那問題這些都沒有人討論 大家都討論說 檔證為什麼記得 然後手機會丟掉 然後檔證不會丟掉 你有沒有覺得手機 筆電丟掉很怪 我很怪啊 因為我的手機 一般都會放在口袋裡 如果筆電丟掉 我的手機會留著 我覺得兩個同時丟掉 我也無法接受 是剛好被偷了 中間一定有什麼money 那只能他已經被收押了 我也不認為說 像教授講的收押是在保護他 那那個收押我覺得 避免避免竄證 好批免竄證我接受啦 那說收押是要保護他 沒有人因為 他人身本身也是要被保護 沒有人因為收押是被的保護 沒有人會這樣接受 可是這件事情 裡面有什麼money 檢調去查清楚啦 那這件事情 我覺得對國民黨 你剛剛問國民黨的態度是這樣 我覺得也不用去矯枉過正啦 譬如說你看 像台大的前校長管忠銘 也有去深圓 淋賣好油而已 結果現在變成管忠銘 臉書被灌爆了 你不覺得這很不合理吧 但是管忠銘一樣是直球對決 他是直接還是罵了 那兩個是難聽的 我覺得爺們就是爺們 這真的該切來看 行為不對 就是說臨北好油行為不對 他背後我覺得還有一個啦 剛剛講說什麼那個 冠林講說什麼那個 周伯穎是那個 是那個臨北好油的上油長 拜託周伯穎 許哲兵啊 許哲兵 許哲兵是周伯穎的 拜託我以前是周伯穎的長官 那不是變成我是網軍頭的嗎 我覺得很多怎麼去串流 你要去串 要查清楚不能說因為過去有什麼 有什麼那個主僕關係 有什麼誰 我覺得用這樣串聯下去 我覺得有點腳枉過正 來將軍 我覺得有沒有受傷 看數據就知道了 你說這次臨北好油翻船事件 受傷最重的是誰 來數據給大家看 受傷第一名黃國昌老師 真的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開直播 誰叫你來訪問他 誰叫你要讓他在你的直播裡面哭 誰叫你要遞衛生紙給他 誰叫你要秀秀他 所以到時候受傷一定最重 黃國昌的負身量6719最高 那侯友宜幹了什麼事 他的負身量是第二高的 侯友宜沒幹什麼事 因為他就所以他沒幹什麼事 侯友宜應該出來要 我想古代要打官司 找誰找送壯師 現在要找打官司要找郭律師 為什麼郭律師這個真厲害 如果那個壞油不是郭律師講 是侯友宜講他不會這麼慘 那個林北好油怎麼這樣子的話 你覺得怎麼樣 林北好油根本是壞油 如果我當警察輸手就把他抓起來 我告訴你侯友宜的聲量就上來了 他就沒講 這不像以前的侯友宜 侯友宜以前如果沒有選總統 一定會這樣講 這種蕭小製造社會動亂 一定給他神之餘法 絕不像惡數力低頭 侯友宜就會這樣講 這樣講他的聲量就高了 那王宏威也是因為他沒講什麼 他可是還有聲援 那聲援流的字眼越窩心 受傷越重你知道嗎 那個徐曉青說什麼 我當你的後盾 哇現在盾破了 現在盾破了 所以他的負身上1147 那羅志強呢 那不用講羅志強 他跳車永遠是最晚一個 所以他不愧是一個漢子 車都翻了他還在上面 他打算跟車輛共存完畢 他才這樣 那朱立倫幹了什麼事 朱立倫為什麼1047也是一樣嘛 你是主席 你這麼多同志上車跟著翻車 至少你有想法 第一個把那個 這個車子的兇手找出來罵一頓 至少抓起來 要不然就是你對同仁秀一秀 住人什麼也沒做 一切就是依法辦理 張善政沒辦法 張善政就是被那個周伯贏害 張善政其實什麼都沒講 而且張善政別忘了 而且還是在桃園辦的 他破貨的 張善政是他破貨的 我被恐嚇鄭文灘都沒破 他這個好油被恐嚇 張善政一戲子就破案了 他應該被稱讚 那就是因為被周伯贏害了 另外葉原資我就不要講 大家常同台 你知道葉原資最辛苦了 他最辛苦了 所以說這一次 林北好油世界 這就是翻車現場 這個黃國昌一駐晴天 把所有的車子撐起一半來 真的是夠偉大 那我但是我跟大家講一件事 這件事情對國民黨有沒有傷 真的有傷 大家連了那麼多什麼藍色蜘蛛網圖 其中我以一個非民進黨 現在也不是國民黨 曾經是國民黨的我看 最傷的一條線 就是跟政策會那條線 那條會線真的很重 因為這位許姓的黨工 他跟政策會那是切不開的連結 因為這位許姓的黨工 他跟政策會那是切不開的連結 你就是政策會的連工 我講今天黨工就是黨工 我今天如果在地方黨不當主委 我有一個黨工去幫這位林北好油 幹這個事去恐嚇 你認為我會沒事嗎 你認為我會沒事嗎 你怎麼知人善用的 你怎麼考核的 可是這一段國民黨都沒做 他的主管是誰曾明中 曾明中是前一個禮拜在行政院 在這個立法院大罵陳建仁的人 然後要限期破案 我還記得很清楚耶 真是有 他那個是非常霸氣的 什麼時候破案 什麼時候破案 你破不了案了 算了我自己查 他真的查到了 就在他自己的辦公室裡面 自己的員工犯案 所以我覺得曾明中 他只是講 抱歉 誠意不夠 真的誠意不夠 應該辭職下台 就是我真的會主委不當 我真的會執行長不幹了 這個我真的太丟臉了 我的單位居然犯這麼大的事情 我告訴你 我們現在軍中 如果弟兄酒駕連坐三級 連坐三級 這三級政策會中央部會啊 曾明中下一個 不是副主席就是主席嘛 所以為什麼 他們兩個受傷很重 那曾明中怎麼不在裡面 那個受傷已經無法估計了 OK 現在看起來的話 這些事情當然說 包括您好友已經被收到進階 然後我相信姐媽會盡可能去調出 所有相關一些的資料 那裡面真的會有什麼嗎 好 那但除了這個以外 剛才過程當中 問寶貞說 那你們這樣還要藍白河嗎 就直接講說他們都不接球 他們只講一個SOP 對不對 你們現在就是比民調對不對 沒的說就比民調 應該說我們還是蠻希望 國民黨可以正面接球 因為其實我自己包含 最近在上節目 我跟一些國民黨的這個同仁同臺 然後每次只要一講到民調話 他們說我覺得 應該趕快上面的大人來 好好的聊一聊 那說那要不要比民調 我覺得他們要盡快趕快聊一聊 他們永遠沒有辦法直接去正面回應說 要不要比民調 那最剛開始我們拋出來的時候 其實不管朱立倫當主席 又或是侯友宜市長 他們的說法永遠都是說 啊我們先讓時間再過一回啊 可以等到十一月多的時候 再來看看嗎 不急先堆疊善意 先堆疊善意 我想說到底要怎麼堆疊 然後再來就是現在侯市長來講說要SOP 那我想說SOP是什麼 那我們只想問一句就是要不要比民調 SOP裡面有沒有包含要民調 因為我必須真的要老實說 我們的支持者 最剛開始真的沒有想要什麼藍白和不和 但是因為這個藍白和的詞 是從國民黨傳出來的 已經傳了大半年了 那傳了那麼久 甚至最近感覺有越來越多那種逼迫的聲浪 甚至就開始傳言說什麼 一定是侯正的科富的 科也不一定要選到底啊 可以當行政院長啊什麼的 但是我們的支持者真的現在 看到國民黨這樣子的一個態度 會更加不想要藍白和 原本我們的支持者 已經沒有想要看到藍白和這件事情 他們甚至覺得說科批 你就算選不贏 你也要支持奮戰到底 就靠民眾黨 挺著兄長 挺著兄長贏過去 但是現在我們的支持者 現在看到這樣子的一個局面的時候 甚至會覺得那國民黨 你如果連民調都不敢比的話 那你到底為什麼要講什麼藍白和呢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希望國民黨 可以直接接觸的部分 有沒有聽到 他直接講連民調如果都不敢比 怎麼藍白和呢 我覺得如果的話講太多 有時候老實在我跟保真 都沒有參與到最決策的上層 我只要大概知道一個概略啦 那對我們來講 現在侯伴那邊放出的訊息 包括侯伴的講了三點都 目前現階段都沒有說要用民調一戰決勝負 那怎麼決定 就說至少現在先坐下來談 就我自己認為啦 我認為說先坐下來談 那對於整合的方式 就說不論用民調還是兩階段民調 要怎麼做整合 即使破局的話 我希望還是維持未來可以跨 政部總統沒有搭檔成功的話 至少不要撕破了 未來還在立委可以跨黨浮選的部分 還可以維持一個合作的空間 我認為說不要先把條件談好 再坐下來談 先坐下來談再來談條件 我講喔大家講這麼久藍白河 藍白河到底是藍的比較想合 還是白的比較想合 我看是藍的啦 真的是藍的 柯P很少在主動講藍白河 是藍的在講藍白河 為什麼藍的這麼急 因為自己贏不了 我直接講自己贏不了 才會講藍白河 可是白的自己也贏不了 為什麼他就講藍白河 可是他沒有怕輸啊 對對對 重點就在這嘛 他沒有怕輸 大家都怕輸了 沒有沒有柯文哲沒有怕輸 我覺得怕輸的是國民黨 所以他才會輸藍白河 這就像我們以前在國防部 推公文 推公文是個技巧 這份機密的公文拿過來 余長孝 你的公文 我說不是我的 那誰那劉將軍的 劉將軍你敢去找他嗎 那將軍欸 對不對怎麼辦呢 我說大姐沒關係 就放那邊 就放那邊 到時候看誰來拿就是他的 我告訴你下班前他就來拿了 這誰把機密跟我亂放啊 是誰的 大家都不講話 他就收回去了 所以我告訴你 藍白河就跟推公文一樣 誰怕就是誰 現在是國民黨在怕 所以為什麼柯P的姿態這麼高 你說手機掉就聯絡不到嗎 那以前沒手機的時候怎麼聯絡 你不能派信差嗎 再不然放信歌嘛 對不對 再不然用情報傳遞嘛 欸我找柯P 我找柯P 難道傳到之後變成找余北辰嗎 不會 那手機掉是藉口 就是人家不想見你 而朱立倫現在 欸不是剩一個月喔 我告訴你剩不到半個月 不到兩個禮拜 因為你要公布副手啊 你到最後一天 欸副手是姚慧珍 不可能嘛 你一定要提早兩個禮拜 為什麼不可能 沒有我是說要公布 也要提早兩個禮拜 你不可能是前一天才公布嗎 對不對 這種事情一定是兩個禮拜前 要醞釀一下 到底適不適合啊 有沒有 所以我說只剩兩個禮拜 所以這個藍白河的大戲 國民黨再作夢 這邊請問一下 戰鬥欄為什麼動作這麼大 他當然很大啊 戰鬥欄已經 接下來是禮拜 禮拜三吧 禮拜三 對要整個戰鬥欄大集結 然後就所有這些 包括講韓國瑜會出場 然後包括好龍兵 這些全部都會在 但沒有朱立倫 對沒有朱立倫 為什麼 因為這一趟你出來了 就成功不了了 對因為戰鬥欄其實把朱立倫 當成一個阻礙了 我個人覺得 我個人覺得 對 基層黨員看到朱立倫說 不要去不要去 不要去 他這邊黨主席 選完就不是 選完就不是 他仇恨值很高 那麼趙好康 把這個戰鬥欄找出來 開這個記者會 我覺得他應該是聞到了 藍白河的機率不高了 OK 那但是呢 不分區的人員要搞好 要把我們區域立倫要hold住 所以我覺得這個趙好康 已經明白的告訴一件事 藍白河機率不高 要贏總統大選也不容易 可是至少區域立倫跟不分區 我們名單要很漂亮 這是直接跟朱立倫校正的 我先講官方說法 官方說我們不評論藍白的 所以你現在是資人 公正第三方 公正第三方 民主黨發言人的身份 公正第三方 新北市議員的身份 沒有啦 還在想一下 就是說因為對我們官方的講法 就是就算合我們還是要贏 但是回來 實際上我覺得 藍白河現在的狀況 其實柯文哲真的有點急 柯文哲的急 因為老實講 前一陣子柯文哲的民調狀況 開始往下掉 所以他拋出他最後的絕招就是將軍 國民黨你要不要接球 我要跟你民調 那國民黨現在很顯然不接這個球 那不接這個球 接下去會怎麼發展 其實大家就是算各自的利益 柯文哲對他來講 如果最後總統沒有上 選到底 但他至少民眾黨的席次增加 可是如果今天國民黨底線看得很清楚 國民黨不能說的秘密就是 就是其實也說了 就是說他就是要當總統 國民黨現在不能談民調 也跟保證講 其實你們都看得很清楚 國民黨不接球的原因是因為 他沒有侯友宜不當總統參選的選項 所以才會有請補充之前講說 最後一個月在談 那就是實質的讓他棄保 沒有說國民黨這一個登記總統參選人 消失在登記單上 那這樣狀況底下 大家算各自利益嗎 對柯文哲來講 我去當你副手或我不選的 我對民眾黨的席次不會增加 OK 我選到底 也許我的席次反而可能增加 那對國民黨來講 他當然最大最好是 那你柯文哲來搭檔我 那對我來講更好 可是這個局勢要往這個方向去走 我覺得隨著時間往前推進 越來越難 OK 現在看起來的話 藍白到底會不會合 因為時間剛剛大家都了然一心 那如果再往下走的話 時間越來越近 到底未來會是怎麼樣 可是對全球來講的話 等到明天等到禮拜三 包括股市開盤 包括所有那些時候 輝先生我很簡單問一下 哈馬斯這一次 強襲以色列所有這些 你覺得對國內經濟 對全球會造成多大影響 我覺得短期應該 油價會大幅的一個波動 那他們甚至在喊說 因為今天早上是漲了5% 最高到5% 對然後他們上看說 每桶應該有可能到100美元 對但是現在 因為現在是88.87嘛 那事實上但是我會認為 現在大家會把他拿1973年 那一次贖罪日戰爭相比 但我覺得這個時空背景 完全不一樣 因為油價目前為止 大家很多的車子 其實現在都用電動車 所以已經也不是這種 就是一般的油 就是用那種器材油 所以換句話說 沙奧地阿拉伯這些相關產油國家 他的barketing power 並沒有到1973年 那樣子的一個權利 第二件事情是 你現在看到包括埃及跟約旦 還有那個剛剛沙奧地阿拉伯這些國家 其實並沒有在這一件事情上 現在不要踩官網 對那只有那個黎巴嫩 趁機在那邊踩兩下 對然後伊朗 當然大家都知道認為說 伊朗是後面主要的出資金主 但伊朗現在就看他在油價 這個部分的生產會不會調動 那還有就是以色列有沒有打算 比如說那個他會經過那個海峽 這個部分的那個油 會不會阻礙他出來 我覺得對全球來講 當然國際油價的一定是最重要的 然後第二件事情 物價的飆漲一定也是沒有辦法忽略 烏克蘭的戰爭的物價飆漲 到現在大家還是同樣在suffer當中 所以現在很可怕一件事情是 戰爭雖然不是在亞洲開打 但事實上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 可以獨立以他的影響之外 現在很可怕一件事情是 戰爭雖然不是在亞洲開打 但事實上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 可以獨立以他的影響之外 將軍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這件事情在媒體上面 被形容成以色列版的珍珠港事件 為什麼 我要跟大家講 很多人在問一件事 這次的哈馬斯打以色列的狀況 會不會跟俄烏戰爭一樣 一打打了一年多 我直接跟他講不可能 不可能 我為什麼講不可能會打這麼久 你知道嗎 因為俄烏戰爭 大家記得一件事 這是兩個國家的戰爭 現在以色列是被哪個國家打 你說是巴勒斯坦 不是 他是哈馬斯的一個 類似像恐怖的一種 一個組織 一個極端組織 他不是一個 他不是一個國家軍隊 那上次那個烏克蘭跟俄羅斯 那是國家的軍隊 那個是面臨什麼 你知道 生死存亡 對於烏克蘭講 被打掉就滅國了 對於俄羅斯來講 打不下來 顏面掃地 這是國家的戰爭 但是這一次 是以色列跟貝哈馬斯軍事的一個突擊 這個不叫做戰爭 我覺得這叫恐怖攻擊 我個人覺得叫恐怖攻擊 就像紐約 美國夠強吧 911 那恐怖攻擊要怎麼防 所以很多人說 哇不得了 這次的戰爭 整個以色列的情報系統失靈 失靈了 其實我覺得以色列情報系統必須要做個調整 因為他長期以來因為對峙久了 他這個贖罪戰爭對峙久了 他永遠都是對個國家跟國家之間 不管是伊朗啊 或者是黎巴嫩 他搞的是國家跟國家之間的情報 這個事情進入了算恐怖組織了 所以說恐怖組織的情報要做最難 真的很難 因為他的爭猴找不到 你說一個國家要出動大軍 要去攻打另外一個國家 他有爭猴嘛 他有續戰 他有集結 他有突擊 他有最後的中戰指導 這完全沒有 這就叫打了就跑 打了就跑 他沒有跟你講說什麼 我的目的是什麼 他就講說 紐約時報講 這就是什麼 一個卡薩姆旅聲稱 開展目的就是要捍衛艾格撒清真事 就是宗教嘛 就是狂熱 所以狂熱的戰爭叫來得快 結束得也快 但是傷亡會很重 會非常嚴重 那麼這一次大家可以看到一件事 很多人說那台海之間 兩邊會不會這麼可怕 這麼嚴重 大家都很擔心說 會不會哪天解放軍發瘋 就跟這個 就跟哈馬斯軍隊一樣 不會解放軍不是恐怖組織 他是一個國家軍隊 所以國家軍隊跟恐怖攻擊不一樣 那麼大家講說 這次鐵充防空系統怎麼失效了呢 我跟你講 他這次打法不是正規作戰 不是正規打法 那個火箭甚至是誘餌 他真正進來的 他是用那個降落傘 後面吹個那種大型的那種風 類似飛行傘 直接吹進來 吹進來之後 下來就開始開始屠殺 所以這個恐怖攻擊 我們分兩部分 第一個大家看到鐵充系統 鐵充系統我們在節目裡面 介紹過很多次 其實那是以色列 包括我們都想要買 鐵充系統 那他最有名的就是 因為大家知道 火箭炮其實很難防 很難防 因為他又快又多 對 可是鐵充每一次 包括攔火箭炮 他的攔截率大概都高達 百分之九十七 那這一次 當然我看媒體上面的報導 是說鐵充還是來了大概九成 那只是太多媒 兩千多媒 你來了九成 還是有兩百多媒 那有人說鐵充是不是破功 這點你會怎麼看 第二個 剛剛你講到飛行傘 有人講說 以色列情報機構 大家知道以色列 著名的幾個情報機構 大家都知道 最有名的 我們以前看的那部電影 炎恩突擊隊 他們是直接千里到烏干達去 然後把那人子直接救回來 那一幕大家都看過 可是經過了幾次 五次以阿戰爭 以色列沒有輸過 這一次讓大家看到的是 你剛剛講的飛行傘 火箭炮他集結一下打就算了 飛行傘總要準備吧 就是捏人來 以色列完全都不知道 會發生這樣的事 其實有兩個地方情報系統失靈 一個是以色列 美國 美國怎麼會對這件事情 完全不知道 這也是大家很訝異的 他們是完全不知道這些事嗎 我覺得 我先講以色列的部分 以色列情報司令文 因為長久以來 大家對於以色列的防空系統 是非常有自信的 因為鐵胸不是一發藍一發 他是上去炸開 把整團給攔下來 所以他對於這方面 自信是很夠 那麼那當然 哈馬斯做法就是說 你有準備我來瘋狂 再棒的武器 我就講嘛 我們最怕碰到士兵 不是不怕死的士兵 是知道不知道什麼是死的士兵 那這次哈馬斯的做法就是這樣 你來這邊 我就大量的過去 你只要露死掉10% 你就重大傷害 那你在重大傷害的同時 這個飛行艇部隊過去 大家就是說 他一直沒有把這個恐怖攻擊 跟所謂的特攻結合在一起 認為恐怖攻擊就是比較沒有組織 比較散慢 用一個小軍卡上面綁一個槍 或是一個所謂的這個汽車炸彈 大家把恐怖攻擊定義在這邊 可是他這個恐怖攻擊 已經慢慢結合了特攻作戰 那當一個恐怖攻擊具備的特攻作戰 那就可怕了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哈馬斯的行動 會讓全世界對於這種恐怖攻擊 突然發生攻擊 他已經組織化了 OK 他已經組織化 進階於特攻部隊 那這種方式 你跟恐怖攻擊比起來就難 因為特攻部隊 他是個正規部隊 他有各種的偵吼 那個所謂恐怖部隊沒有耶 OK 他就具備了這個所謂的部隊組織化 這會讓所有各國防不勝防 所以我說以色列這次的教訓 這次的狀況 那以色列是以牙還牙 那個是非常殘忍的 但是呢 我覺得以色列這個教訓 我覺得全世界的這個軍隊 都會開始防 有國家安全單位 不再把恐怖攻擊變成一個突然攻擊 炸彈攻擊炸彈汽車 而變成一個他具備了出階的部隊組織 甚至像是華翔傘華翼傘的攻擊 這種防範的方式 慢慢開始要做一個新的研究模式 否則受傷會很重 方老師 那你講這次哈馬斯 他們是突襲從1月節開始 那照媒體報 你只用失衡片眼來看 包括現場兩百多人 然後現在死傷已經上千 以色列直接下全民皆兵 然後全部投入戰場 然後發誓一定要報仇 以色列這個國家 他就要一旦說開戰 打到你最後一兵一卒的時候 那個是一點都不含糊的 未來真的就是血流成河 以色列在1948年建立一個國家 因為我們知道猶太人 他們當中是沒有國家 那二戰結束的時候 在美國跟聯合國的介入之下 硬生生的在中東的地方 打以色列建國 所以他一直以來 到一直跟巴勒斯坦之間 跟這個中東國家之間 就一直有戰爭 那個有民族的因素 有領土的因素 有宗教的因素 像這次就是一個廟 好像是這個廟 本來是大家都是 本來猶太教的人 認為是他們的廟 然後這個伊斯蘭教 也認為是他們的廟 所以這兩個廟 大家就後來說 這個廟大家都不要去祭拜 後來這個管理員 讓了姓猶太教的人進去 引發了這個伊斯蘭教的人不滿 包含就是這個哈馬斯 他們就進行攻擊 那為什麼那麼聳動 是因為他本來是 在一個音樂會裡面 他甚至用了這個什麼 空中的那個降落傘 直接下去 然後去把一些平民給 逮捕屠殺 然後把女生給抓起來 甚至有靈樂致死 那這個大家會覺得非常殘忍 因為本來是一個 非常平和的音樂會 怎麼變成這個樣子 而且訓練不及掩耳 那現在有兩種說法 是以色列完全事前不知情 但是我是不太相信 因為我覺得以色列的情報單位 在全世界數一數 而且他們應該知道 剛才講那個宗教事件 是有可能 研發成一個巨大衝突的 那有沒有可能 有人說是911事件 911事件是完全不知道 那有沒有可能是珍珠港事件 1911年的珍珠港事件 我們現在後來有人說 美國早就知道 日本要攻擊了 故意讓這個事情 攻擊發生之後 然後讓美國有參與 這個當時戰爭的一個合理性 也引發當時美國民眾的憤怒 本來美國人是覺得說 我們是姑息鼠疫嘛 歐洲在打仗 那是歐洲的事 基特勒的事情 跟我們什麼關係 亞洲日本侵略 亞洲侵略中國 跟美國無關嘛 可是我覺得那個 珍珠港事件 是不是當時的總統羅斯福 他就說 我們就是要介入 找個理由 那這次會不會也是因為 我覺得 應該以色列是知道了 那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當然以色列又同籌集看嘛 我覺得現在最可憐的是 那些巴勒斯坦的居民 因為現在 以色列人 不管你是不是哈馬斯啊 他把巴勒斯坦 全部都視為哈馬斯啊 哈馬斯不過是 在巴勒斯坦一個小 一個極端組織 可是我覺得現在 以色列就無差別了 而且他現在 民怨 民憤非常的高嘛 現在 以色列國外的僑民 都要回國參戰 那就是要把 過去幾十年來 跟巴勒斯坦的衝突 他要一次解決 那我覺得那個 非常的慘烈 非常的慘烈 以色列國外的僑民 民怨 民憤非常的高嘛 現在 以色列國外的僑民 都要回國參戰 那就是要把 過去幾十年來 跟巴勒斯坦的衝突 他要一次解決 那我覺得那個 非常的慘烈 所以 而且 像以色列我們知道 他是全民皆兵 男女皆兵 他在全世界國防來講 是排名非常前面的 米色列的防空飛彈 是全世界密度最高的 我覺得他如果真的 這樣揮軍到巴勒斯坦 我覺得巴勒斯坦 真的會疑為疲地 而且那個慘烈 會非常的 難以預料 OK 不然你這一次 讓大家看到有一段 當然 尤其大家在講到說 不希望海峽兩岸 發生任何的戰爭 或是什麼 可是任何一個國家 如果面臨到戰爭的時候 你會看到 以色列 以色列每一次最有名的 就像這一次 媒體上報導 包括他們當 直接發徵召令 所有的預備役 所有徵召令以後 包括海外的僑民 希臘 希臘 希臘大使館 以色列希臘大使館 已經直接備了二十架專機 對 全部都滿 然後所有在海外的人 急著要回國 你看到很多國家 發生戰爭 那個人是急著往外跑的 是 只有以色列這個國家 是發生戰爭 人是急著往國家跑的 是 我覺得這個因為很複雜 有歷史因素 但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這個狀況 其實說真的 我先講第一點 跟台海的狀況 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 其實我還是要想像 你看 大家看到了 兵充戰危 所以千萬不能夠有戰爭 我覺得這個時候 去拿這個做任何這種 不當的類比 其實都不太對 因為這個情形是 我們很持平講 一九四七年 以色列復國之後 他終於復國了 幾千年來 終於復國了 復國之後 這幾十年來變化是 巴勒斯坦的土地 越來越小 然後最後就找不到他們的土地了 所以其實這個很複雜的 忠孝因素 跟歷史因素 那我們要看的一個事情 是這個戰爭發生之後 真的被恐怖攻擊了 那以色列他們官方對外講的 國際上面宣布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跟大家講說 我們以色列的後備軍人 要求也請求大家回國來參戰 然後第一個響應的其實是 在就是在那個 以色列駐雅典的使館 直接包下了二十架航班 五千名旅客 這講旅客其實不是 其實就後備軍人 直接就飛回來 然後BBC的記者 甚至為了想要去以色列採訪 繞了一堆國家 他借不到機票 到土耳其最後 本來說等兩小時 等九小時還沒有機票 所以代表說 現在除了說空域職業被封閉以外 所有的機票都被他們 以色列在海外的一些後備軍人 給訂滿了 那另外呢其實政治人物也 說真的 在這個時候也展現出 愛國的一個精神 以色列的前總理巴奈特 巴奈特很特別 他以前就是特種部隊的指揮官 2021年到2022年當首相 後來就下台了 下台之後 這個事情戰爭一發生 說真的沒你的事了 你也卸任了 他是直接跟大家講說 我會加入預備役 我會進去服役 然後這個畫面相關曝光 大家可以查你幾歲了 其實巴奈特前總理也51歲 就跟大家講我要站到第一線 然後包含啊 以色列很多人在美國 其中有一個人的故事 就被大家拿出來講 就是31歲的以色列人 叫阿諾瓦哈密 他是長期住在美國紐約 然後呢 他跟一個七個月大的女兒在那邊 說真的女兒剛出生 可是他跟大家講的講法是說 我現在打算要回國 來幫忙我的國家了 所以我覺得現在整個以色列的氛圍 對就是說以色列人 大家都急著反國來作戰 然後捍衛家人的這一個決心 我覺得有顯示出來 可是我最後一個要講 就是說其實這一次 他們的情報單位的誤判 我稍微講一下 就是說 目前我查了一些資料 約旦和以東 尤其是 離那個耶路山很近的 就是跟約旦的邊界 其實是本來他們研判 可能如果會有衝突發生在這邊 可是後來沒想到的事情是 這一次那個哈馬斯 他們的整個集團是突破 在加薩走廊 本來以色列的封鎖網 他們有封鎖網 突破了之後 直接對以色列的平民區轟炸 那這個恩怨是真的很深的 因為哈馬斯他們現在的講法是 他們要完全消滅以色列 他們是不要讓以色列存在這個世界上 然後呢 剛剛我講那個要重新回去服役的 那個前總理巴奈特 他所屬的政黨跟他自己的態度 是要完全殲滅那個巴勒斯坦 他的態度是巴勒斯坦 不配擁有任何一寸土地 所以我覺得他們是恩怨的狀況 其實說真的跟台海之間是完全不一樣 來明顯 沒有人希望戰爭 當然以色列 以色列的特殊 對對臺灣來講 當然增加國防自主之外 如果真的有那一天 破壞在臺灣 我也還沒處理 叫他到我 我也不可能說我跑到美國去啊 所以我覺得真的 在臺灣大家講 政黨官房有政治的官房 可是我覺得民黨不要老是說 你國民黨就是每次 每次就是跟老共在臺灣的代言人一樣 我覺得真的 臺灣在一次藍綠是一致對外的 所以不要每次都有那種 那種不當的聯想 我真的臺灣就有一個國家 是有一個明天是國慶 中華民國國慶 OK 請問一下這件事情 其實老共 老共第一時間也有表態 講說你跟隆巴斯坦建國不就什麼事都沒有了 為什麼 其實事實上這件事情 跟背後中共的因素 絕對脫不了關係 他雖然講是這樣講 可是事實上這幾年 他完全做的是 就是弱化美國在全球的影響力 包括在中東的影響力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中國他用的是一帶一路去驚略中東 可是美國這幾年的重心 開始放在印太 所以你看到在中東這個區域 其實美國是稍微消 中國是近的 所以一個消一個禁的情況 中國其實在這一次的恐攻裡面 我個人自己認為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為什麼呢 因為你可以看到二零二零年的亞伯拉罕協議 是以色列跟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巴林等簽署 最主要就是去抵抗這個伊朗 對不對 所以大家都認為這一次哈馬斯的事情 伊朗是背後的 所以是把伊朗當作共同敵人 但是你可以看到這次中國中國出來說 我來幫忙修復伊朗跟阿拉伯國家的關係 所以中國他現在態度是什麼 他是和平的推手 真是太誇張了 我第一次知道說 原來中國還可以扮演世界和平的推手 不過他還是在聯合國的安理會說 他們是贊成譴責恐怖的 他們並沒有反對 但是不論如何 我們看不到安理會最後決議的情況 我們知道的是他就不譴責 他最後沒有達成協議 所以我自己認為中共在背後 依然扮演某些關鍵的角色 那對臺灣來講 我覺得我們要最注意的還是 如果今天中國透過中東的影響力大增 掌控了能源的來源 我覺得對臺灣是比較危險的 來寶貞 我先突然補充一下 因為其實剛剛的確有講到說 到底是不是在這一次的 以色列他的一個防備的這個系統 失靈這件事 但因為他們剛好碰到了一個廉價 這個廉價叫祝鵬節 那叫祝鵬節他有七天的時間 他主要就是代表說 生與我們同在這樣子 好那在這個七天過後 他隔天剛好是盛會 哈馬斯我後來去看了一下 哈馬斯攻擊的那天 剛好是他們聖會日 也就在那個七天的廉價後的那一天 他發動攻擊 我跟你講那挑釁意味非常濃厚 因為那個聖會日 就是代表神永遠與我們同住 所以他完全就是在宗教那點直接 給你打進去好啊 你的神有沒有跟你同住 我覺得他是有一個非常非常強烈的 那個濃厚的一個意味 但就像剛剛其實這個冠庭也有講到的 他們雙方的恩怨真的太多太多 包含在宗教部分 甚至其實連哈馬斯也就巴勒斯坦這邊 他們長期也會覺得說 以色列你是不是好像給我這個斷糧 有些藥品也不給我啊 然後都斷掉啊什麼的 所以他們會覺得我長期也有被逼迫 那以色列當然也覺得 你時不時就對我有種威後 所以我覺得那個恩怨情仇 真的是會引發最後這樣一個 但我覺得最後應該是要想一下 國軍也就是說在廉價的這個時候 到底是不是守衛的國軍跟士兵 到底他的那個人數 或是一個戰備的這個程度 對我就是要請教專家 留守的部分要請教專家 我叫做簡短的 國軍有分為加強戰備跟一般戰備 像國慶的算是強化戰備 至少我們禮拜六禮拜天是六分之一 遇到國慶三分之一 也就是說現在大概有三分之二的人 在休假三分之一的人在部隊留守 所以說國軍尤其是防空 尤其是防空還有快速反應部隊 還有空中待命部隊 這點絕對不會跑 然後那個防炮就是那個防空部隊 幾乎是百分之五十在留守 所以人家講說 外面的老百姓在放假 國軍在過關 就是這個道理 OK 以色列五月十次建國 獨立戰爭五月十五開打 從建國的第二天打仗打到今天 以色列中間五次壓戰爭 沒打一次土地大一點 他沒打一次為他的國家多一分 但到最後一路這樣子 以色列告訴全世界的就是 只要以色列人有一口氣在 沒有任何人能夠欺負以色列 這一次如果真的當上以色列的 包括他們的參謀總長直接 他們叫總參謀長 他們直接已經講了 不讓巴勒斯坦那個地方 有任何一絲生存的機會 你不知道就想讓他們打下去 到底會是什麼樣一個情形 OK 但大家知道看到就是最起碼 以色列所有的人 永遠趕回國家保家衛國 是值得大家在這方面 好好省思一下 OK 非常謝謝所有來賓 也非常謝謝 觀眾朋友收看 謝謝各位朋友們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我們明天見